2019年7月,UFC 239 當晚的主賽,兩場冠軍腰帶賽 有泡浮泡排名第一的John Jones 還有女子史上第一位雙冠王Armanda Nunes 兩位都順利衛冕贏下了比賽 然而當天的焦點卻都不在他們的身上 因為有一位選手,她的表現震撼了全場 他是NCAA的角力冠軍 拿過貝勒托爾及One Championship 兩大綜合格鬥聯盟的次重量級冠軍 生涯戰績,19戰全勝的超級黑馬 而這場比賽開始沒多久 這位黑馬就榮登,進入到了歷史排名 這次UFC史上最快的KO紀錄 官方判定為5秒,台灣這邊大概多增加了2秒 全場觀眾無不被這一幕震撼 那一晚,大家都記得了他 記得這位街頭格鬥出身 生涯打過許多國家的職業賽事 最終,來到了UFC 他是格鬥界的浪人 聯盟頭號二貢冠軍 Gambrane Hohe Masv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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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路我是Wade 如果說2019年UFC要選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Mazfit绝对是最佳人选之一 在这一年 不论是他的战机排名 还是人气 都是直线大攀升 甚至还成为UFC年度大赛 纽约麦迪逊花园战的压轴巨星 第一届B&F腰带的冠军 双拳举起 打法超狠充满了爆发力 摸摸双膝 接着就是一记死亡飞溪 最喜欢跟对手拼拳 食指割喉是他的商标之一 然而因为这么狂 这么充满魅力的格斗巨星 加入到UFC 却已经要迈入第七年 在这之前 基鲁可说是联盟的二线成员 但自动换了一个靶型后 卷土重来 短短一年 就让全世界的格斗迷都认识了他 这期就要跟大家介绍 UFC最速终结排行榜第一位 战胜即时系的男人 Maz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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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1月12日 出生于迈阿密佛罗里达州 他是秘鲁基古巴伊的混血儿 父亲是一名拳击手 然而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因为贩毒的关系 被判刑入狱18年 虽然进了监狱 但他对Mazfit仍然有很好的影响力 他不断告诉儿子 一定要奉公守法 要做一个好人 父亲出狱后 两年也拥有很好很密切的关系 Mazfit从高中开始学习摔角技术 但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他对拳击同时也很感兴趣 而当时能够接触到的管道 就是位于学校附近的搏击俱乐部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也因为如此 Mazfit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参与了街头格斗 甚至还击败过街头霸主Kimbo Stax的门徒 而他打街头格斗的影片 后来更在网路上流传开 现在几乎所有的格斗选手都看过了这段影片 当然 学校也看过了 最终被校方得知这些后 Mazfit也因此被退学了 退学后 Mazfit并没有选择继续寻找下一所学校 而是更专注于在格斗训练上 于2003年展开他的MMA职业生涯 2005年Mazfit已成为了一位职业拳击手 此外 他也有参加过跆拳道及柔树比赛的纪录 然而更狂的是 Mazfit从2003年开始 总共打过13个MMA的组织联赛 其中包括Bellator及Strike Force 拿过FGA轻量级的冠军 及AFC次重量级冠军 战斗足迹跟着从家乡弗里达 一路打到日本 甚至是俄罗斯 因此有了格斗让人的称号 到了2013年 终于来到了世界最大的格斗舞台 UFC Mazfit身涯战绩35胜13败 虽然跟联盟里那些冠军及总冠军选手相比 这个战绩听起来可能并不是到太漂亮 但相比其他同时期出道 或者跟他年纪差不多的选手 你就会发现 Mazfit的出赛场势是明显高于他们许多 光是胜场数35胜 在同量级里面 也只有联盟出球的牛仔能超越他 而13败当中 仅仅只有一半是KO 来到UFC后 更是还没有被对手终结过的纪录 Mazfit比较可怕的地方 不只是他在铁龙内的爆发力 还有他超级丰富的对战履历 打遍世界各地累积的格斗经验 你可以叫他让人 也可以称他为狠人 他比赛打起来有够狠 来自街头磨练多年的拳击能力 对手只要稍微不注意 下一秒可能就要躺地 7次第一回合就终结了对手 强力的body kick 连拥有僵尸模式 耐达文明的Diaz 吃上一击也必须暂时倒地 有腿法 有衰技 除了KO 也有降服对手的能力 当然他最喜欢的 还是跟对手站着拼拳 这是他的DNA 将街头风格带进了八角铁龙内 另外还有后台 曾经过对手在他受访时进行挑衅 结果下一秒 他也不管对方身旁有多少名队友 直接就往对手脸上招呼 这就是Mazfit的个性 你有问题 我就靠拳头回应 别在那边跟我打嘴炮 而这点也可能是Mazfit过去带UFC 没受到大家关注的其中一项原因 就是他的个性始终如一 并没有因为金钱 尽量一些商业利益而去改变自己 刚来到UFC打的是轻量级 六胜两败的成绩其实不算差 但Mazfit考量后 还是决定回到熟悉的170磅次重量级打拼 打了八场 斩绩却是四胜四败 而且是四败 都是非常接近对手的判定败 之后到了2017年尾 Mazfit就这么突然消失 2018年更是完全没看到他的出赛赏赐 到了2019年 UFC位于伦敦举行的Find Night巡回赛 Mazfit终于再一次出现 带着一颗新发型 将近16个月没有出来打比赛 回归后的第一战 就要面对次重量级排名第三 准冠军级水准 体型力量 研判都比自己还具优势的地主选手 Daring Tail 但Mazfit表示 球来就倒 出自街头没有再挑选对手 排名第三 OK 干掉他就对了 这场漂亮的胜利 不仅让Mazfit的战绩直接大要进 老板更是将他排到了UFC239的赛程表里 队上前面提到战绩全胜 拿过数个冠军 超级会嘴炮的Ben Askren I can't wait to break your face, man Woo All right, so here's the number five ranked Welterweight in the world Ben Askren He has ejected so much energy and flavor Into this welterweight I'm defeated in the streets GameBread is in the building And these guys just flapping gums at each other Any chance The fight clock is brought to Moutin Oh, mou Woo 这季飞棄不仅吓到了全场 给了对手一场震撼教育 更让现场的这些冠军选手们都注意到他 而当中也包括 Net Diaz The reason I was off is because everybody suck There is no way to fight But with this, uh With this belt I want to defend it against 博恵·马杰奴有一个好生命的战斗 好生命的战斗 我都尊敬这个男人 但这场比赛还没有人在这场比赛 没有人能做得正确 但我和他 联盟童年11月 为了这两位有着类似经历 来自东西安街头的人气横角色 举办了一场名为B&F的冠军赛 不仅有特资的B&F腰带 还将这场比赛 安排到了UFC纽约年度大赛 担任压轴主赛事 更早来的大明星 巨石强身担任颁发冠军要带的嘉宾 这场东西安恶棍大对决 不仅票房亮眼 还成功吸引到美国总统 川普特地来到现场观看 对手是联盟出名的铁下巴 第一位击倒Colome McGregor的无冕之王 而Mazavilla 则是跟上一场5秒KO10一样 将双手放到了背后 一场大战即将一触即发 中文耐忍 Diaz 燃燒了鍋子,Nate坐在底下 Diaz上了,他跟一個大招 Diaz上了 Masvidal的招式 他還沒做到 大招,每個人都射了 而這場惡棍大戰 最終大會一生研判Diaz的眼角傷勢 不適合在繼續比賽下去的情況下 由裁判宣告終止比賽 Masvidal拿下了勝利 但硬漢風格的他 對於這個結果顯然並不滿意 來自Miami街頭 為了格鬥打拼遊走世界 現在 有一樣是來自Miami大學的超級巨星 巨石強森為他繫上腰帶 這一刻 讓人想到上海著名的張大人 曾說過的一句 人心 終究是要回到故鄉 2019年回歸後 每一場都帶給觀眾震撼的體驗 現在的他 毫無疑問是UFC的超級巨星 有人曾說 童年的遭遇多半會影響你 日後長大的行為 但難得的是 這位從小在毒品堆長大的孩子 生長過程少了一些父愛 但他沒有因為環境的關係而被帶壞 更沒有埋怨發生在他周遭的一切 而是接受了這些 並讓這獨一無二人生故事 轉為自己的個人特色 Mazbida確實受到童年影響 他在UFC24賽前記者會上的這套裝扮 是致敬於電影《八面煞星》 由奧斯卡影帝 艾爾帕辛諾飾演的毒枭老大 因為他的家庭正是毒品氾濫下創造的悲劇 他對拳擊著迷 為了接觸 甚至不惜參與了街頭格鬥 因為他的父親在販毒前 就是一名拳擊手 而他在UFC拿下腰帶的這一刻 他的父親也依舊陪在他的身邊 童年的種種一切 造就有信在這位極具魅力的惡棍拳王 如今的他 也常被拿來跟另外一位 惡名招當的拳王 康拉麥瑰爾來做比較 兩位都是聯盟戰利技的達人 出名的KO大師 一個是冠軍賽最快KO 一個是UFC歷史最快KO 而他們也一樣都是賽前 就已經大致掌握了這個狀況 同樣都是UFC紐約戰的壓軸巨星 我相信Mazbida的驚人表現 多少也影響到了今年回歸的康娜 看過康拉麥瑰爾過去所有的比賽 即便是秒殺也好 他在比賽開打前 總會先祭出招牌的前手測距 但他在今年回歸對陣牛仔的比賽上 你卻看到他是直接朝牛仔臉上 丟出一劑左直拳 企圖拿下比賽 頗有Mazbida的作風 我想兩位最大的差別 還是在炒作及麥克風的能力上 康拉麥瑰爾回歸勝後 你看到他在台上依舊是犀利嘴炮 而在場邊的Mazbida 卻是痴痴的看著康娜 眼神透露的是 我好想跟他打一架 連一旁的赤製王及冠軍Usman 都知道這個時候鏡頭在拍 要給一點反應 製造些火花 未來才能有對戰的機會 但Mazbida終於自我的作風 如今的他也站在美光燈底下 他的個人魅力 甚至讓Geece強站在後台 都主動要求跟他交換聯絡方式 他是現在聯盟最火熱的選手之一 一舉一動都是焦點 也讓我們看到更多 Mazbida私下有趣可愛的一面 -所以我給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給我爸爸做了? -為什麼你給我爸爸? -我爸爸是Ben Aspen -敬請 -我對不起 -我沒有必須一個男朋友 -你爸爸嗎? -不 -好 -你媽的 -你媽的 儘管很多人會去質疑 這條腰帶的含金量 但我認為 這個頭銜非常適合Mazbida 也專屬於他 在如今 全球格鬥風氣盛起 各大訓練陣營越來越先進 選手們相比以前 技術層面越來越全面的情況下 這位惡棍拳王 靠著狠疾經驗 在聯盟殺出了一條血路 用他的雙拳雙膝 在格鬥最高的殿堂 打響了他的知名度 當夜魔跟小英還在記者會上 爭論起若是打街頭格鬥 誰比較強 Mazbida是笑而不語 因為他才是真正的街頭拳王 回顧Mazbida的職業生涯 有過高低潮 也相當勵志 只要懷有夢想 努力不要輕易放棄 即便過程漫長 總有被看見的契機 從2013年開始一路打到2019 這位來自街頭的小子 如今總算是被世界看見 雖然年紀稍長 大家仍有拼搏冠軍的機會 現在的他 可是次重量級頭號挑戰冠軍的人選 一條BNF 一條金腰帶 或許就是他2020年設下的目標 就讓我們繼續看著 Mazbida之後帶給我們的表現 因為他的比賽 充滿爆發力 甚至來不及眨眼 對上他 最好是注意護好自己的下巴 他是UFC的Toni Montana The best motherfucker Gain break Jorge Mazbida ESOEM